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大概剛剛已經知道說 這個Json的一個格式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說 這個網頁它實際上背後是用Json在傳遞的 所以你會發現難度會越越高 以前可能用到Json的機會不大 以前可能直接給你CSV吧 但是現在好像就是會難度提高 那為了因應這個問題發生 當然我們要想辦法把它給我們的Json 我把它貼到Json那裡的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地方我建議 如果你對於Json你不想要花太多腦筋 我建議這個工具真的要把它稍微記一下 我個人習慣是直接把它貼 它原來是長這樣的一個文字 你如果自己要去分析也是ok 就是說它這個一定是KeyValue 豆點 我們要的資料在這裡 這個它的Key 它的Value的話後面 所以你會把它冒號後面 它實際上就是放在一個中瓜糊 中瓜糊就是所謂的串列 串列裡面的話 而且又是二維的 所以二維的話就是這個是 其實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它就是一列 第一列 總共裡面應該就是它的日期 然後它的各個資料 各個資料包含就是成交股數一直到成交比數 總共的話有9個欄位 包含日期 所以我需要把這些資料怎麼樣 第一個先把它Json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的話 當然你要分析它 只是因為你自己這樣子直接看 其實蠻累的 我的習慣是直接把它轉換成一個物件 所以這邊有個tree tree的話實際上就是把它類似轉換成一個物件 也就是類似Java JavaScript 其實它就是把Json的檔案 讀到它那邊就把它當一個物件來做解析 所以我們只需要找到我們要的key就可以了 我們要的key是data 所以以後的話你只要跟它講說 我要data這個key裡面的資料 它就會直接給你這個data裡面的value 其他的資料就不管了 不然有的時候如果你假設切到test 你會被其他資料給干擾 所以我覺得這個tree的好處就是 你找到你要的 其他根本就不用去管它 那你只要知道說 這個data裡面總共有15個item 所以將來跑回圈的話 那就0到14嘛 因為它所影子一定從0開始到14 那裡面的話總共會有0到8 總共有9個欄位的資料 那將來我只要剖析出來 然後並且可以把它放在eSale裡面 那就完成了 所以待會的話我們就要做這件事情 那只是說在eSale裡面 怎麼樣去剖析它最簡單 後來發現其實用一個物件 叫htmlfile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那怎麼剖析呢 剛剛已經把資料抓下來了 所以抓下來之後的話 我剛剛這一段 OK 所以抓 其實我放在雲端上 就是一直寫到這邊 把抓下來的文字 就是放在RangeA1裡面 那底下這一段 實際上就是用來剖析之後 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它下方 那我希望放的那個Range範圍 基本上就是幫我不要從第一列 因為A1其實目前有放嘛 所以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先把它抓下來放在A2開始 一直放到A16 OK 所以這裡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放這個範圍 那特別注意 這個我如果放的範圍是從2到16的話 那因為呢這個 這個 資料的 就是 就是裡面的資料 所以你只是從0開始 所以理論上 假設說 它的資料裡面 從0開始的話 那0到14 所以基本上相差 相差2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你要把它解析到這邊來的話 那當然我是一列一列一列的解析 OK 然後呢 先把那個 這個data裡面的那個 資料 一個一個一個item 讀出來 放在A2到A16的話 那第一個我會需要用到一個物件 叫做htmlfile物件 那這個htmlfile物件 其實主要就是說 它裡面其實可以去執行JavaScript 也就是說 它可以幫你解析 只是說 你要傳遞給它的相關的資料 那變成說 有些語法 那變成就是有點要寫成JavaScript的這樣的敘述 所以你會發現 底下我們會用到一個叫做PatternWindow 用它去幫我跟什麼 跟那個就是html溝通 所以裡面有一個方法叫 ExcueScript 也就是說 這個ExcueScript 有點像是 用那個JavaScript的語言 去這個溝通的意思 所以呢 後面你會發現 VAR就是宣告 宣告後面就是一個變數名稱 叫做json 等於什麼呢 等於後面這一串 那意思就是說 有點像是 我今天用翻譯的方式 翻譯一下 我現在要用 雖然在VVA 但是呢 我現在呢 我要用JavaScript的方式 再分析這個json 因為json 有點像是 博來品 外國來的東西 所以還是必須把它翻譯一下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底下我們就是 再跑個回圈 回圈範圍特別注意 從第二列開始放 所以我i等於2 到那個什麼呢 到那個 就是 特別注意 後面的話 一定要EVO 用這個物件 EVO的方法 然後呢 把這個特別注意 它的長度 什麼樣的長度 data的長度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特別注意 要自己填上那個名稱 data 以後如果那個名稱 那個key的名稱不叫data 你可能要改一下 那個data的名稱呢 它的總長度 那我們剛剛看到 那item等於15 所以呢 也就是說呢 我要的範圍是16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一定要再加1 通常呢 它的總長度 通常就是 你就看一下這個 你要放的範圍 然後後面把它加1 加1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就把它 逐一逐一的取出 那怎麼怎麼 逐一逐一 就是後面我再增加 宣告一個 jackson的底線tr tr 只是一列 一比一比的資料 那我就 後面的話呢 取出它 那怎麼取 很簡單 就是jackson.data 這個data的名稱 也是剛剛那個名稱 就是它的key 中刮幅之後的話呢 裡面給它鎖影值 那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這邊要-2 因為i從2開始 那我們的jackson的鎖影值 從0開始 所以你要必須怎麼樣 把它減掉2 所以從0開始 先抓第一個出來 抓到之後的話呢 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得到的結果 把它寫到我們的salesi列 那第二列a欄 所以其實相差2啦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給它一個順序 那分別呢 這個執行完之後 它就幫我把這個的結果 寫到這邊來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先放在a1 然後再把資料呢 逐一寫過來 欸 那寫過來之後的話呢 欸 我們看到了 不過目前 這個還不是最final的結果 因為我們還需要什麼 再把這個解析開 所以你會發現 中間加豆點 欸 那中間加豆點 如果我現在把它剖開來的話 那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就是利用那個 欸 什麼 資料剖析啦 或者是sports 其實也都可以啦 方法其實還蠻多的 那最終我是希望說 上面 上面A1這個可以把它拿掉啦 也許上面就加欄位名稱 然後底下就幫我剖開 剖開的話總共9欄 就幫我把它鋪到底下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剖開 然後放在這個個欄裡面的話 那底下的話呢 我們一樣啦 反正方法很多 那我們就再加上什麼 欸 把資料取出來這個動作 可是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喔 要把它取出來喔 這件事情喔 我原本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這個物件 想說它是一個串列 然後呢 其實我本來想的方法 就是說 一個小於符號 然後裡面如果取0 0的話可能就是日期的部分 1的話呢 欸 就是 它什麼呢 它的那個 第二個欄位啦 一直類推 總共有9個欄 然後就0到8 這樣不就搞定了 後來我發現喔 因為這個是JavaScript的物件 所以如果你要取得裡面的資料 還真的不能用正列 所以後來呢 查了一下 如果你要取這個物件裡面的 個欄資料喔 沒有想像中這麼單純 你必須用另外一個方法 所以底下喔 我們用了另外一個方法 這個後來我查了一下 如果你要取JavaScript裡面 物件裡面的值的話 你不能把它當一個正列 來取值 你必須用一個叫CallByName OK 這還蠻特別的 其實這個很少用到 那這個CallByName呢 主要是針對 某些物件 裡面的 等於是這個叫物件陣列 你不能把它當陣列 如果像陣列 你就小瓜糊裡面 第幾個就可以 但是如果是物件陣列 類似像什麼 類似像 如果物件陣列的話 其實類似像 其他還有像哪一些 像插入這個 制定錶單 像錶單裡面也藏有這種 比如說這個是第一個 那如果你把它變成 就是說裡面 也可以變成物件陣列 比如說複製 然後讓它名稱一樣 它就第0個 第1個 那如果你要去變更它的話 一樣可以用CallByName的方式 類似像這個 這個可能如果有興趣同學 可以再了解一下 然後我們就把它裡面的 這個物件陣列裡面的編號 0的資料取出來 那後面有個常數 vbget 就是取出來的意思 這個寫法是固定的 你們也可以查一下 這個CallByValue 然後分別把它放A欄到I欄 所以它的順序就0到8 OK 然後呢 底下的話 我再增加那個欄位名稱 所以你把它執行之後 我們就可以取出資料 並且上面加上欄位名稱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OK 那這樣的話 就分別把資料取出來了 所以final的結果 第一個執行就是先取A1 然後把資料取回來 然後為了要把它分別分開來 我們就是把資料用CallByName的方式 再分別取出它裡面的內容 然後上面再加上它的欄位名稱 那這樣就OK了 那做完之後的話 底下 其實各位可以練習一下 就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把那個成交的股數 再繪製成圖表 因為你會發現這個數量到底多還是少 其實讓你肉眼看 是還可以知道 底下這個應該是比較多的 尤其是最近幾天好像 哇成交量 股數突然爆增 而且金額也爆增 但問題是如果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圖 來顯示的話 那大家會更好 所以喔 待會請各位 也許可以試著把它繪製成圖表 OK 那試一下 那剛剛這個程式碼 一樣有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幾頁 這個地方的話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應該是在雲端白板上面第六頁的地方 第四個單雲的第六頁 那主要 更正一下 應該是底下這邊 在這裡 應該是第十頁啦 更正一下 第十頁的地方 那我有把它特別 用那個黃色的底色 把它標註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雖然用Jetson 他給你Jetson 其實還是可以抓得出來 只是說 那真的 又是另外一個麻煩的事情 尤其是 像我花比較多力氣 就是我本來以為 這個Jetson JavaScript的那個物件 可以用正列方式抓 結果不行 卡很久 後來我發現 查了一下 才查到 原來如果你對於那個 這個物件的正列 你要抓裡面的資料 你不能直接 像那個正列一樣 給一個刮符 裡面的鎖引值 你必須 換一個方式 call by name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試一下 另外的話 如果做完了 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看要不要把它 繪製成圖表 好吧 那這個地方當然 我們前面練習的是 這個折線圖 或者是說 像這個數量的話 其實我覺得用 用直條圖 可能會比用折線圖來的好 但如果你今天假設 你希望把它 繪製成那個 折線圖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試試看